凯米台风才刚刚离开台湾 气象署也对部分地区发布豪雨特报 不过玉里镇公所官网上公告 两年一次的联合庆风年节 不为风雨照常举行 镇长龚文俊也欢迎各地的朋友来共享盛举 凯米台风才刚刚离开台湾 气象署也对部分地区发布豪雨特报 不过玉里镇公所官网上公告 两年一次的联合庆风年节 不为风雨照常举行 镇长龚文俊也欢迎各地朋友共享盛举 中间遇到有凯米台风来作乱 那么当然我们原本排着一天的活动 早上是补一季 因为补一季 旭乎兰西的河水暴涨 所以我们取消 但是对于晚上的21个部落的联合风年纪 我们会风雨无阻照常来举行 龚文俊表示 凯米台风来袭所幸没有带给玉里灾情 是上仓圈佑玉里赐平安在玉里镇 所以经审慎评估之后 远武镇朴实传唱纵古琴 联合庆丰年活动仍决定如期举办 并在7月27号的下午点半 在玉里永昌分校热闹登场 希望能够带给部落族人 雨过天晴新气象 记者高双双玉震采访报道